在之前的影片中,我們就學了這堆identities 並且用這些identities,嘗試去解決這些題目 其實這幾條identity是非常好用的 不單用來解決這些題目,其實它可以做到其他題目 在我們之前做11.9這條practice的時候 我就教過大家以下四個步驟 建立一個triangle abc,然後right angle 基於它給的資料,於是我就建立了 然後用perfactor theorem去計算 remaining size 然後就可以描述到conclusion,cos和tangent 現在我們學多了identity 其實我們是可以用identity去解決這些題目 我們用同一條的example,我們看一看就是question2 我這條題目就給了你sine theta 就叫你求cos theta 即是其實是用這條公式 因為你是求cos theta,而給了sine theta 所以其實for question 2a 如果我不去construct一個triangle 即是我不用左手邊的方法 不用perfactor theorem,其實我是可以用這條公式 然後因為sine theta給了我4.9 那tick square我們照樣跟回tick square就可以了 然後按計算機,我們就按到裡面的東西 是65 over 81 換言之就是square root 65 over 9 同樣地,for part b 如果我想計算tangent的話 其實我是可以用這條公式的 因為tangent theta sine theta是等於sine theta over cos theta sine theta這條題目給了我4 over 9 而cos theta 我在part a 計算了,就是square root 65 over 9 大家都是隨狗可以互相抵消 那即是換言之,答案是4 square root 65 over 65 Rationalize,做一個denominator之後 那我相信當你學了這兩個方法之後 你腦裡馬上就會想一個問題 那到底哪個方法是好一點呢? 那我先說一下,如果給了sine theta 或者cos theta,然後叫你找回另外兩個的話 Misham就覺得其實是差不多的 原因就是因為這裡有個好處 好處就是它短,即是很短就可以計算了些東西 但它有個不好處就是它考很多trickle的部分 首先你是需要sine theta 你要記得那個defination 然後你畫到一個對的right angle triangle 然後你就要apply perfect theorem 然後你也要記得cos theta和tangent theta的ratio 究竟是哪邊隨便便 即是代表它考很多trickle的部分 是考很多defination的部分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它是夠短 很快就做完 而這一邊它考trickle的部分就很少 因為當你背完公式下去之後 跟著下面這些calculation就跟trickle沒有什麼關係 不是的,因為你是代數字 然後按計算機 然後做一些動作 例如Rationalize Denominator 或者Simplify它 下面這些其實就是考你irrational number 你看到除了第一行是關trickle的部分之外 後面這些計算的部分其實就不太關trickle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各有好處 如果你對trickle的defination是熟習的話 這個就會是首選 因為它比較短一點 但是你說我是背公式強一點 或者做irrational number這些是強一點 我都不介意寫多幾行的 這個方法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如果你問我 給了你sine或者cos 然後找另外那兩個 我就覺得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我給了tangent 你叫你找另外那兩個呢? 換言之是第一題 我會強烈要求大家是用method 1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用method 1的話 你的步驟只需要寫那麼多 但如果你用method 2的話 那就驚人了 你需要寫那麼多 原因就是因為identity裡面 每一條是tangent theta 然後就直接可以計算 或是tangent theta 可以直接計算到cos 就沒有這條的equation 因為你見到tangent 是in terms of sin and cos 所以如果我要單獨找sine 或者單獨找cos 我就要兩條equation都用完 然後再加上 要用到乘冊抽取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你看到應該都會嚇到的了 乘冊抽取可能你已經不太熟了 還要是psi cos tangent 乘冊抽取 令到你更加害怕 所以我會建議你 如果提供了tangent 然後找另外兩個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用method 1 如果它給了tangent theta 但它不是叫你找另外兩個 而是找一個分數的話 我又可能會建議你用method 2 舉個例子 practice 11.12 你可以看一看那條題目 和你之前的題目有些不同 之前給了一個tangent 是叫你去找sine theta 或者cos theta 但這條題目不同的地方 就在於它是叫你去找一個分數 而這個分數就是 sine和cos的次方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一次方的 如果遇到這些題目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用method 2 我們看看method 1 method 1其實也是一樣的 前面也是一樣的 但後面這裡也挺慘的 因為它又有cos 有sine 所以你需要看哪條邊 除哪條邊 然後你要全部列出來 然後做這個calculation的過程 但如果我用method 2 有一個很重要的skills 你要學一學 就是我分子分母都除cos 如果我除了出來 cos和cos可以互相抵消 篩除cos 就可以變成tangent theta tangent theta 我不用怕的 因為題目比中我是二分之一 然後篩除cos 同樣地轉了tangent cos除了cos 剛好可以弱了 這個skills可以使你 只是用identity tangent equals to sin over cos 這一條的identity 然後就這樣代數字進去 就可以計算到 你不需要去理究竟cos是多少 也不需要理cos是多少 所以在計算上高 你看到很明顯地 method 2就會比較優勝 質問2的做法也是類似 分子分母都除cos分母 在價值上高就不會有影響 即是代表 這個又要除cos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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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identity tangent theta equals to sin theta over cos theta 我們就知道這個會變成tan 然後cos和cos互相抵消 所以會弱走 side over cos是tan theta 然後cos和cos會互相弱走 你就可以把那些cos分母 全部弱走 剩下tan 用identity 再用除cos的skills 你就可以把題目 本身又有cos 你把它變成只有tan 而tan 比了你是3 over 4 所以我可以代入 然後按計算機 就可以解決到 所以在這類型的題目 我會推薦你用method 2 去計算 我必須提醒你一件事 如果用method 2 去做這些題目 要留意 這些term 1 2 3 4 這四個東西 有加減好隔開去 我就稱之為一件東西 兩件東西 三件東西 四件東西 這四件東西 他們的次方是必須要相同的 只要相同我就可以用method 2 舉個例子 現在我的題目 全部加了三次方 只要它的次方是一樣的話 其實幾多次方對我來說 都是沒有難度的 原因就是 如果我除以一個cos不夠 我就除多一個 再不夠就除多一個 除到夠為止 它現在三次方 我們就除以三次方 然後我們在計算的過程 其實都是雷同的 只不過是這裡的環節 就變成了 因為它是三次方的關係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 有三次方 但你看到它的步驟 其實跟左手邊 是很類似的 只不過是全部都會變成 有三次方的部分 然後出來 就是兩個tangent的三次方 再加3乘以1 1的三次方都是1 所以這裡不用寫 tangent三次方 然後減1的三次方 就是都是1 然後你代數字進去 就會是這樣 然後你也可以按Kelta 是出答案 所以其實你看到 只要這幾塊東西 它們的翅膀是一樣的話 我就可以用Method 2 就是除cos分子分母 除多少個就 depends on它多少翅膀 然後你就可以將cos分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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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提供了tangent、psi或cos 然后叫你找另外两个的话 除了by construct一个right angle、triangle 然后你用perfecturum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by trickle的identities 那你给了psi或cos你的话 你就分别可以用这两条式 就可以找另外两个 但是如果给了tangent 我会建议你用construct right angle、triangle and perfecturum就会好一点 因为method 1就简短一点 但method 2 你看到就需要用到乘刷 动抽取才可以得到cos和psi in terms of tangent 相对来说是复杂很多 但是如果这题目是给了tangent 但是它不是叫你去找cos或者psi 它是叫你去找一些分数 而这些分数每一件事的次方都是一样大的话 就是大家都是一次方 或者大家都是二次方 或者大家都是三次方 如果次方是一样大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用这个skills 就是分支分母都除cos 再配合这一条identity 那我们就可以把题目本身有psi cos 把它全部都转成in terms of tangent 由于它认为了tangent 就这样代入数字就可以计算到答案 所以你用by constructing一个right angle triangle 以及by identity其实都各有利弊 在面对不同的题目里面 其实有时用method 1会比较好 有时用method 2会比较好 有时可能分别不是很大 两个方法都需要学一下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再见